当妈妈给你生了个孩子 哎姐姐这道题怎么做呀 你教教我了 我这道题又不会了 哎呀这样的题 我不是跟你讲了好几遍了吗 你自己想一想不行吗 而且我有这么多作业还没有写呢 哎他让你给他讲讲 你给他讲讲呗 你这当姐姐怎么打呢 你不会照顾一下妹妹 可是我 好吧 啊我明白了 好妈妈 我写完作业了 什么时候吃饭呀 吃饭 这么快就写完了 你看真棒 你看你姐姐还在那玩呢 还不快点写 妈我上学要知道了 我先走了啊 赶紧先别走 那你等一会儿 妹妹马上就好了 一会儿你跟她一起走 好了姐姐咱们快走吧 好了给妹妹拿着书包 哎对你看这样多好 妈妈当初生妹妹 就是想给你救个伴 你看这样你就不孤单了 多好有人陪你上学 有人陪你写作业 还有人陪你吃饭 是不是啊 快快走吧 快去吧 哎妈妈 咱们中午要不去游乐场吧 我听说那个游乐场 你的选择不玩得特别好玩 行啊 正好叫人姐姐跟你一起去 妈妈就不去了 妈妈这么大 不爱玩那个了 你们两个去吧啊 妈 可是我刚刚跟同学约好了 我们要 哎呀 当初妈妈给你生个妹妹 不就是想让你有个伴吗 跟什么同学玩 跟自己妹妹玩多好呀 你们俩去玩吧啊 十年后 闺女呀 但结婚这么多年了 啥时候考虑要一个孩子呀 孩子 妈 您不是给我生过一个孩子了吗 们俩完整了吗 在于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